名门天后,不是我们见经的小偶,我是天后 众所周知啊,每天最能让人感到开心的就是抽出至宝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各位道友对他那么痴迷呢? 一个是因为稀有,毕竟他只有0.25%的概率抽出 第二个就是因为功效大,至宝在手,天下我有 那就夸张了,天后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嘛 那至宝他到底影响有多大呢? 或许至宝的前后时间不同,影响会不会很大 有至宝的人和没至宝的人,他们之间的差距是不是会随着时间不断变大 那我们就来说一下至宝他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首先我说一下至宝对我这个灵科支持,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 正常情况下双卡档单靠宝底的话 瓶子呢是大成书,掌天狐呢是针线出 而镜子呢恐怕最快也给清仙了 我瓶子是大宝底出的,比标准时间慢 但我狐和镜子运气还是比较好的,他们都是镀节和针线出的 有了这些之后呢,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修炼速度了 也不用担心我每天没有水果吃了 但是所带来的帮助呢还是没有钱寄来的大 朱军先别急着反驳,且听我一言 如果同样是300颗有瓶子,一个是化神号,一个是针线号,你选哪一个? 我选针线号 啊,那你多少和别人有些不一样? 那肯定是选化神号,对不对? 如果说你只是想要体验强度,而不是说体验后续的内容的话 一步快步步快这个观点应该没人反驳吧 你到真先采出瓶子,你落下的可不仅仅只是修为 还有因为修为而落下的优势、福利 而且除了一个普通瓶,并不代表着你就能够直接追赶上别人的进度 像我现在,瓶加镜也不一定能够赶上金线开放 就像有些科老说的,没有五星也配叫智宝 啊,那这咱们比不了啊 但是确实零星瓶零星镜呢,它的影响是不大的 这也是为什么零颗能够打赢小几千颗的原因 因为智宝它所带来的帮助只能说非常重要 但不能说它是扭转乾坤的关键 而且像掌天狐,红到简,如果说你是到很后期才出的话 那它的影响也确实是不大了 乾坤顶呢,也只能够说是锦上添花 真要想智宝发挥大作用还是要尽可能的早点出 但是没有出的小班也不要伤心气馁 我不也是到杜劫才输的嘛,没事,大家一起受苦嘛 我们下期再见